大家好 我们能把石壶的枝条养得越大 那么它的开花品质就会越高 大家看我这颗石壶 现在这条枝条比我的脚趾头要粗 当然了这个花已经凋谢完了 已经给它修剪了 前段时间开花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大 那么现在又长出了两条大粗芽出来 我这颗石壶达到这种效果 其实脱离不了磨肥 因为这种磨肥它的肥效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达一年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烧根 石壶需要多少营养 它就会释放多少营养 它的释放原理是通过石壶的根系 快速生长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机酸 来溶解这个磨肥颗粒的 所以说石壶进入到休眠期 它就不释放有机酸 就不会释放营养 所以不担心烧根 又能正常的给它补充营养 而且磨肥它里面的零元素含量较高 既可以强壮根系 又可以促进开花 因为不间断一年四季都给它补充零元素 那么零元素充足了 开花才会提高品质 那么除了给它用肥之外 我们也需要注意养护环境 比如说通风又好 散射光又充足 平时浇水一定要到位 保证每天或者两天给它噴一次水 保证这个食料属于一种微小的状态 也不能给它积水 这样的话这个石壶就可以养得好了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一颗石壶的一些养护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